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花啦 嘻哩哗啦的花啦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时 欢迎收看绿叶寻踪 小时姐姐 嘻哩 你们看我 看看我今天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那你来我看看 在哪呢 没有啊 我看看 可不就是胖了吗 小时姐姐 咱们以后都给花啦吃素包子吧 我才没胖呢 我不要吃素包子 我要吃肉包子 你们都没好好看我 都没看到我头上的羽毛吗 这是多好看的羽毛啊 花啦 其实我跟犀利今天一开始啊 就看见了 你说你为什么要在头上插这个羽毛啊 这根羽毛呀 是丑丑送给我的 她说她刚去洛阳龙门海洋馆的自然学堂 上了一堂羽毛的课 还听了好多羽毛的故事呢 哇 羽毛的故事 那我们也来听听吧 咦 丑丑这是在看什么呢 原来教室里有两只鹦鹉 屋檐六色的可真好看 教室里的同学们在干什么呢 看样子 好像在上课呢 丑丑好奇地走进教室 没想到大家一眼就认出了丑丑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羽毛的故事 首先呢 泡泡老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在生活中接触过羽毛吗 接触过 接触过啊 那么你们都用羽毛做什么呢 书签 哦 有的做书签 装饰 还有吗 跌到一块可以做扇子 啊 真棒 好 今天呢 老师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 他和我们一块来学习一下 看一下 猜一猜他是谁呢 老鹰 哦 有的说字老鹰有不同意见没有呀 没有 其实呢 他的属于鹰科 他的学名呢 叫做大黄 好 现在呢 老师要出示一根羽毛 我要请一位同学来回答一下 这根羽毛和我们大黄身上 哪些部位的羽毛是很相似的 好 请这位同学来回答一下 哪些羽毛 来 哦 这些大型的羽片对不对 其实呢 这些长在外裔 这些大型的羽片呢 叫做飞鱼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呢 这些大型的羽片还有一个地方有 来 我们看一下在哪些地方呢 屁股 哦 在后面这对不对 好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些大型的羽片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颜色 对 颜色 而且它很大 对不对 好 那其实呢 维宇在飞行的时候保持平衡的作用 第二点的作用呢 就是吸引异性 它身上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羽毛 我们看一下 在哪里 哦 哦 是不是有小 哦 丑陋发现了是不是毛毛融融的东西对不对 哇塞 真棒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毛毛融融的东西叫做融鱼 我们看一下它是比较蓬松 中间呢 存在着大量的空气 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呢 是保温的作用 在融鱼的上部 看融鱼的外面是不是有一层比较短小的羽毛对不对 还有在两翼这些比较短小的羽毛 腹部 还有背部这些短小的羽毛呢 叫做腹鱼 它最主要的作用呢 是隔离空气形成一种保温层 为飞行的上升提供一种动力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一块儿学习一下不同鸟类羽毛 好 老师要出示几个非常漂亮的羽毛 请仔细观察 好 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这是谁的羽毛 这个是可笑那个鸽子 这个 用那个 不对 好 我先放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可笑那个天龙吗 好 这一根呢 好 我们看这一根 有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那么老师想问一下 丑丑能在动物园里找到这几个羽毛吗 棒 丑丑马上就要带着这些羽毛去动物园找羽毛的主人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么多羽毛 要换成是我换拉呀 肯定认不清 那当然了 换拉 因为你的脑子里只有肉包子 哎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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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丑丑啊 要去动物园里找羽毛的主人 我们啊 跟着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好呀 好呀 那我们快去吧 丑丑丑带着羽毛来到了热带鸟馆 丑丑心想 有羽毛的动物 鸟馆里一定有 哎 那有鹦鹉 丑丑瞧瞧鹦鹦 再瞧瞧羽毛 鹦鹦的羽毛那么鲜艳 和哪个羽毛都不像 鹦鹦不是 丑丑找到了石火鸡 石火鸡的羽毛偏黑色 雨丝比较蓬松 丑丑丑对比一下自己手里的羽毛 好可惜 丑丑找错了 丑丑看着手里的羽毛 这羽毛的主人到底在哪呢 哎 哎 哎 前面那个是孔雀 丑丑拿着羽毛对着孔雀比照 对了 对了 这根羽毛和孔雀尾巴上的羽毛 一模一样 墨绿色 顶端像个半圆形的小扇子 这就是孔雀的羽毛 找到了孔雀的羽毛 丑丑 特别开心 出发去找下一个羽毛 救命啊 救命啊 丑丑 我被鸵鸟给啄了 好疼啊 丑丑 你得帮帮我 你快跟我走 去鸵鸟家评评理去 丑丑来到了鸵鸟的家 原本是想找鸵鸟 丑丑丑里 游着的大天鹅 丑丑雀的羽毛 丑鸟的羽毛 老师姐姐 最后一种羽毛 是什么动物的呀 我看了半天都没看出来 丑丑最后啊 她还是找到了黑羽毛的主人 她呀 就是秃旧 太好了 丑丑顺利地完成了 老师布置的任务 我还想继续 天天羽毛的故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吧 先看一下第一个 这一根是什么呀 谁的羽毛 鸥子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鸥子的羽毛 是不是呀 是 是鸥子的羽毛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鸽子的羽毛都有什么特征 小巧 哦 比较小 尖尖的 细长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羽毛呢 非常适合高速转弯 所以说比较在零间呢 它飞得比较零巧 因为比较小巧对不对 它飞行的时候呢 能减少空气中的阻力 第二个 是谁的羽毛 对 这是大千鹅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这是大千鹅的羽毛 那么大千鹅 是不是 核 这个知道吗 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 对 真棒 这是突旧的羽毛 对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两个羽毛都有什么 很大 很圆 对不对 下面就有这个 对 很融融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很大很圆的羽毛呢 是核飞得很 对 长距飞行 而且它飞得很高 刚才这个 我们说了 这个是谁的羽毛 孔雀 孔雀的羽毛 对不对 那么 孔雀会飞吗 不会 孔雀会不会飞呀 不会 其实呢 孔雀会飞 但是呢 它的飞程距离不远 鸽子 打天鹅 秃鹫 还有孔雀 还有孔雀是会飞的鸟类 我考考你犀利 你知道有什么会游泳的鸟类吗 这个呀 也难不住我 比如刚才说的大天鹅等 油禽类就是可以游泳的 那 它们的羽毛不怕水吗 这个难住我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们问问林伯伯吧 鸟的羽毛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什么呢 帮助鸟保暖跟飞行的 但是有很多这个 色情跟水情类的 它们需要自己的羽毛啊 要能防水 它这羽毛防水呢 就是它羽毛结构啊 很致命 这个致命只是个坚决条件 然后呢 它要靠它的尾指线 在上面涂抹很多油 那个尾指线在哪啊 就在啊 水禽的尾部 尾部啊 靠近尾根的上边 有个小的凸起 这个凸起呢 会分泌出脂肪 也就是油脂来 然后呢 动用它的灰 也就是它那个嘴啊 把那油脂蹭来 然后一点一点细细的 涂在了羽毛上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 很好的一个防水膜 如果不打理的话呢 它就失去了防水功能 稀里哗啦 丑丑在自然学堂 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自己动手 做了礼物呢 又有礼物啊 是什么是什么 有没有它送给我的 这个羽毛好看 我猜 丑丑做的礼物 一定很好看 你们看 就是这个 好看吧 羽毛书签 好好看呀 我也想做 我也想要学 你别着急呀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 怎么做羽毛书签 丑丑和同学们一起 跟着老师学习制作羽毛书签 首先呢 我们要准备好各种材料和工具 羽毛当然少不了了 还有胶带 剪刀 不过在制作的过程中 小朋友们要在家长的指导下 使用剪刀 注意安全呀 按照羽毛的长度和宽度 我们要留够胶带的长度 然后把胶带的一头固定在桌面上 就像这样 接着呢 将羽毛轻轻地放在胶带上 按一按 压一压 让羽轴紧紧贴合在胶带上 然后把贴在桌子上的胶带部分剪掉 重复步骤一 将刚才剪好的羽毛放在胶带上 对齐贴上 轻轻地再按一按 压一压 羽轴要压紧咯 最后呢 把胶带剪下来 压一压胶带里面的气泡 把贴在羽毛的胶带剪成你喜欢的样子 一枚羽毛书签就做好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做羽毛书签了吗 如果有空的时候 自己来学着做吧 待会儿节目结束了 我就要把我同生的这根羽毛 做成羽毛书签 好好保存起来 花辣 你刚才不是说 不能碰你的羽毛吗 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呢 我 我就喜欢 好了 好了 别吵了 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你们俩想不想看 想 我们一起来看吧 绿野卫士们 你们最近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太聪明了 我在你们当中 安排了一个间隙 我怎么能告诉你们呢 说漏了 女皇陛下 这也太不小心了吧 这又要让他们知道 不再查原来奸细是谁吗 你懂什么 我就是要让他们去调查 谁是那个奸细 奸细 他说我们绿野卫士里 有一个是奸细 你 你 你是奸细 你 你才是奸细 是你 你这两天都鬼鬼祟祟的 这怎么了 一大早吵吵闹闹的 别吵闹 别大了 快快快 放开 这怎么了 你们 你们离花拉远一点 他是假花拉 他这两天总是奇奇怪怪的 他是个奸细 你别贼还抓贼 他 他是假犀利 他这两天总鬼鬼祟祟的 他是个奸细 我这个暴脾气 我给你病了 你这个奸细 看我怎么治治你 你说你这个奸细究竟是什么目的 别打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说清楚 就是啊 你们把事说清楚啊 你们 你们自己看吧 我太聪明了 我在你们当中安排了一个奸细 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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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你 就是你 这两天你总鬼鬼祟祟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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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吧 你这两天老是奇奇怪怪的 我没有 没有 那你是奸细 就你 我不是 我怎么会是奸细呢 肯定不是我 不是花拉 是奸细 是奸细 你们都是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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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就相互怀疑起来了 女皇陛下 您能不能告诉我 这奸细它到底是谁啊 小柯 小明伴 小美丽 稀里 南部城是花拉吗 没想到 这些自作聪明的绿野卫士 原来跟倒霉响一样笨 我宣布 排除奸细杯动物质大赛 现在开始 好 现在我来出题 嗯 我肯定不是奸细啊 所以说我出题来考你们 挺好了啊 谁信啊 万一它是奸细 让一个奸细给我们出席 笑话 你怎么说话的呀 那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奸细 我就觉得你就是奸细 别打了 别打了 我出题 我肯定不是 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啊 我都不信 我不是 你才是呢 哼 就是你 我不是我 别吵了 别吵了 就是因为谁都有嫌疑 所以谁都不能排除 你也是 是是是 我也有嫌疑 你看它承认了吧 小柯 我是那个意思吗 我是说呀 我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所以我们才要通过这个动物知识大赛 证明自己的动物知识丰富 是一个合格的绿野卫士 通过这样排除自己的嫌疑 不要总是吵来吵去的 我觉得小美丽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那 那我们谁出题呀 我们一人一道轮流出题 那我 我第一个出题 好 听好了啊 我们都知道青蛙的小时候是蝌蚪 那么请问蝉蜀的小时候是不是蝌蚪呢 是 回答正确 有人没有说话哦 小柯 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你们就答了 又不是继续 可以 第二题我来 为了公平请见 我哗啦说开始以后 大家再一起回答 请问 开评的是公孔雀还是母孔雀呢 想好答哟 开始 公孔雀 又是小柯 小柯 小柯没说话 你小柯 我真的知道答案 我是怕答错了 我就又犹豫了一下 你们想想啊 林伯伯说过 林伯伯说 世界上的动物都是公子最漂亮 那你想想啊 这个孔雀呢 能开平的 长长尾巴的 那肯定就是公孔雀啊 对吧 我知道吧 没错吧 行 接下来我来出题 我来出难一点的题 行 来 听好了 听好了 请问 蜗牛和鲨鱼 谁的牙齿多 开始 蜗牛 鲨鱼 小柯 你就是奸细 你究竟是谁 我是小柯呀 你 我真的是小柯呀 真是惊喜 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呢 都怪我 我平时不爱读书 不爱学习 林伯伯上课的时候 我老偷偷睡觉 但是 我 我就是那个 那个平时不讲卫生 我不爱洗澡 我 我还老打呼啰 吵你们的小柯呀 对 我还老说小美丽 老说小美丽臭美 做饭难吃 我还老说她是 书呆子 我连这么说了 你们还不相信吗 是她 是她 你就是我们的小柯 是吧 这些都是咱们的小秘密 我说嘛 我说我是真的小柯嘛 没错 小柯哥哥 对不起 误会你了 等等 那个奸细 还在我们之间呦 啊 啊 是 是 是 我没有 女王陛下 您就告诉我吧 那个奸细 到底是谁呀 我实在是猜不出来 她的演技 实在是太高了 一点破绽都没有 我告诉你啊 她们的奸细就是 没有奸细 啊 没有奸细 啊 难怪女王陛下 要告诉她们 原来 就是让她们互相猜忌啊 哎呀 女王陛下 你这招实在是高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绿眼卫士们 你心里人送外号给就要 没有什么不吃的 回答正确 再来 毛球法则第100条是什么 毛球法则根本没有第100条 那么毛球法则第99条又是什么 毛球法则第99条 必须严格遵守毛球法则的钱98条 花拉 我最亲爱的花拉 真的是你 心里 我最亲爱的心里 是真的你 哈哈哈哈 这 dije话啦 就莊彼此给证明啦 这也太草率了吧 不用担心 他们毛球本来就是心有灵犀的 所以想挑拨离间她们 确实不容易 不过 其他人恐怕就 导门祥 给我盯好了他们 是 紫荫的女王比赛 你还是我的经历 太开心了 你还是我的花辣 你两个要不要这么肉麻 小柯 我们刚才用毛球之间的感应 证明了彼此 我们都不是奸细 我肯定也不是 小柯哥哥说出了自己的缺点 他不是奸细 所以 所以奸细就是小明白或者小美丽 小明白来了 我有办法了 小柯哥哥 大柯哥哥 是小明妹啊 小柯 小柯 是 你轻点 轻点 这 这小明白也排除嫌疑了 那不就剩小美丽了吗 这可怎么办呢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乱上香蕉皮了 小明白 别生气了 就是的 小哥也是想帮你排除嫌疑满 对呀对呀 至少现在证明 你不是奸细了 我肯定不是奸细啊 你也不是奸细 对呀 西里花来也不是 他们已经用他们那个毛球感应 互相证明了 对对对 那还有谁 那就只有 小美丽 我有办法了 小美丽做饭 是不是天下第一难吃 对对对对 也就我们能忍 我知道了 炒菜的味道是变不了人的 对 如果是假小美丽 我们一尝就能知道了 就这么办 嗯 哎呀 要是他们把小美丽的嫌疑也排除了 那女王整个计划不就失败了吗 哎呀不行不行 我得赶紧想一个办法 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小美丽就是奸细呢 嗯 嗯 有了 上菜了 嘿嘿 尝尝我做的 哎 你们到底帮帮我呀 哎 怎么回事啊 哎呀 一天天的奸细没找着 一个人都奇奇怪怪 吃吧吃吧吃吧 哎 来来来来 快吃 这 这都饿疯了吗 哎 哎 吓死我了 太好了 还是那么难吃 对啊 所有的菜都咸不辣鸡酸不溜溜的 哎呀 没有一道可口的菜 不愧是天下第一难吃 哦耶 怎么说话呢 不许你们吃了 不许吃了 不许吃了 哎 小美丽别生气 别生气 我们不是哪个意思 不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意思就是 还是原来的味道 嘿嘿 就是证明你是真的小美丽 不是奸细 炒菜的味道是不会骗人的 这么说 你们相信我啊 对对对 嘿嘿嘿 现在我们都证明过了 我们五个人没有一个是奸细 对 所以我怀疑啊 这肯定是飘飘女王的一个挑拨离间计 让我们互相怀疑自己 有道理 有道理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嘿嘿 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中计 我们还是一家人 一家人 吃饭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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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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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倒霉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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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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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 我有 i 有话说 先别动手 别动手 让他说 女皇陛下 让我跟你们带个话 真正的小美丽 已经在魔法城堡了 我小美丽一直都在这 我什么时候去过 你们那个破城堡 她现在是我的人 信不信 就看你的了 我们肯定相信小美丽 对啊 我也相信小美丽 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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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我 女皇 救命啊 女皇 女皇 小意思 捞起来 骂子 坏蛋 倒霉行 你想挑拨我们 连续事之间的关系 好 哎 嗯 嗯 我有个好办法了 什么什么好办法 我们试一招 反天地 什么 什么是反天地啊 哦 知道了 真倒霉想在爱心小屋 假倒霉想回女王城堡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女王啊 一定想不到 好厉害了 简直就是将计就计呀 嘿嘿嘿嘿 对了 稀里哗啦 你们两个呀 把那个神奇角度皮拿出来 神奇角度皮 然后我和他没想换一下 好 好 怎么样 好 来来来来来来 稀里哗啦 变变变 噢 好 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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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要面一下 你这个前套 上面 紧 OF 我去去就回 你们等着看好戏吧 哈哈哈 倒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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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呢 漂亮女娃 你对谁何来何去呢 你什么你 我告诉你 我刚才刚去了绿野卫视那里 他们可比你这个破地方好太多了 小克也好 小明白也好 特别是小美丽 比你漂亮千倍万倍 比我漂亮 你这个老太婆丑八坏 你你你 我你来呀 别再躲 我告诉你 我不跟你玩了 我走了 倒霉祥 你给我站住你 不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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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小克怎么还能回来 这都快过两个小时了 不会有危险 对了 怎么样 稀里花啦 那个神奇饺子皮是不是有时效的 对 我记得是两个小时 我看看 可不是真的两个多小时了 小克吧 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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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柯啊 小柯 真的是小柯 当然是我了 快把我解开吧 真的是小柯 快快快 小柯啊 倒霉香这就跑了 我赶快去抓他去 小柯 你们不要去追了 不要去追了 林伯伯 林伯伯好 林伯伯好 你这个冒充倒霉翔啊 把飘飘女王给熏了一顿 这倒霉翔回去之后啊 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你们这次啊 飘飘女王用这个挑拨离间的办法 但是呢 大家呢 相互信任 同心同德 根本就 没有成功啊 所以说啊 林伯伯非常高兴 得好好地表扬表扬你们 不过呢 这小柯这动物学知识啊 真是有点太差 是不是啊 也说不明白 也答不对 这个给他留些题 大家看着他 叫他一定得好好 把这个蜡下的知识补上来 放心吧 林伯伯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林伯伯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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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快累死了 让我先歇会 学习 小柯 学习 小柯 学习 现在 现在 立刻 马上 不要吧 我 加油哦 加油哦 哎呀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绿叶寻踪节目 就到这里 下周 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你们可不要错过了 我们下周 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